房价是人们一直所关注的话题 那关于房价的涨跌 也永远都有连种不同的声音 富人盼望着房价不断的上涨 而穷人则希望房价不断的下跌 房价的不断上涨只会拉大贫富差距 导致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 如果房价持续上涨 不能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那么社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穷人最后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穷人越来越买不起房 如果房价持续上涨 受贿的当然是富人 又或者是已经买房的这一族 而内心还未买房的穷人将会压力倍增 那未来将很有可能更买不起房 曹东旺曾经说过 现在有钱人都买了几套房 而没有钱的人呢 连一套住房都没有 但是如果我们更要知道 现在还是穷人占了大多数 这是要承认的事实 目前6亿人的月收入还只是在1000元左右 这还是乐观的说法 所以说房价不断的上涨 只会进一步的拉大贫富差距 让更多的穷人生活会越来越困难 老有所养 老有所异将会成为穷人最奢侈的愿望 第二 结婚率会大幅度下降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都压力山大 除了工作以外的压力 还要面对结婚所带来的压力 那现在女孩子呢都很现实 要结婚可以 你的先买房 很多人说是账目粮抬高了房价 房子变成了年轻人在结婚前 一道难以卖过的门槛 年轻人想要在结婚前买一套住房 不肯老又有几个人来搬到呢 那这样就会导致年轻人啊 不愿意结婚或者是恐婚 不愿意过早的背负 结婚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我们看看大都是那些单身贵族 或者是晚婚异族 我们就知道了 女孩子是高不成低不就 男孩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买不起房 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三 离婚率会不断的上升 幸福的婚姻离不开 柴米油盐酱醋茶 没有面包的爱情 也是不会长久的 俗话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呢可以苦一阵子 但绝不可能和你苦一辈子 那如果房价不断上涨 就会导致生活质量大大的下降 人们都变成了有房子的穷人 那这样的日子 当然过得不幸福了 不是说吗 不幸福的婚姻 百分之九十九来自于钱 那有钱就能解决 百分之九十九的烦恼 周立波呢 不也是说吗 有钱才能够啊 让你活得更加有体面 诗和远方 谁都想有 但是为了生活 你就不能有 婚姻中 如果少了一些情趣 少了一些诗和远方 多了一份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烦恼 再美满的婚姻啊 也难免会磕磕绊绊 最后导致双方分道扬镳 第四 实体店生意越来越难做 房价上涨 房租就会上涨 实体店的生意 本身就面临着电商 直播带货的竞争压力 那如果房租再上涨 无疑会给他们雪上加霜 马云曾经说过 让电商来改变房价 那怕就怕在啊 房价没有改变老百姓的口袋先变了 第五 制造行业会越来越少 如果房价持续上涨 地皮厂房的租金将会不断的增加 那这样制造业的利润就会不断的减少 人们会不愿意再去投资做制造业 大把的热钱 反而又会进入股市或者是房地产 从而又变相的抬高了房价 有经济专家曾表示说房价不涨的都是傻瓜蛋 几十年的房价都一直在涨 你凭什么说它不涨呢 房价会涨我也相信 只不过有个前提 那就是呢 人们的收入也跟着涨 如果大家收入不涨 光房价一个劲的涨难道是好事吗 所以说 未来老百姓的收入在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之下 而房价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那这样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穷人的日子也会越来越难过 你觉得房价在未来如果还持续上涨 不能降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话 还会导致哪些后果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